这些水果越吃越胖 别再吃它们减肥了 我要减肥 想问你节度啊 晚餐时间 好饿呀 吃肉会胖还是吃水果吧 来一瓣榴莲 波波老师啊 一瓣200克猫身王榴莲 就量300千卡 等于一碗半米饭 这一瓣榴莲吃进去 就是一圈肥肉啊 那我吃波罗蜜 波波老师啊 超市剥好的一盒500克波罗蜜 就量820千卡 等于4碗米饭 波罗波罗蜜 建议改成胖死胖死你 那我吃椰子 波波老师啊 当你吃掉一颗椰子 就有发来的50克椰质椰肉 进入肚子 等于吃掉8碗米饭 我吃牛油果 大家都吃这个减肥 这个应该可以吃了吧 波波老师啊 这活号称浅肥剩品 其实脂肪含量最高 是瘦数肉的2.5倍 一颗牛油果 热量171千卡 等于大半碗米饭 那我吃早 吃早总行了吧 看看这事儿 多绿色啊 不健康 波波老师啊 我还老是 一盒500克冬草 热量566千卡 等于两碗半米饭 我就吃几颗 这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它含糖量17块的四倍 又脆又甜 容易吃多胖成猪头 现在知道你为它这么胖了 可我已经瘦了 不用减肥了 果然爱做也可以减肥 我是小魔 你的粮食科普大师